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俄乌战场最新消息 那么今天的瑞士和平峰会还没有结束 朝鲜和俄罗斯方面就有了新的情况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根据俄罗斯的媒体介绍 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480万发炮弹 普京即将启程访问拼了 那么约有500万发炮弹集装箱已经起运 那普京即将访问平壤期间 将有更多的集装箱运往俄罗斯 韩国的国防部长申元直在接受彭博士采访时证实的这个说法 首尔发现有1万个集装箱从朝鲜运往俄罗斯 约容纳480万发炮弹 该炮弹与在乌克兰使用的炮弹类似 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寻求与朝鲜进行更密切合作 特别是在炮弹等军事物资方面 这是利用胜利机会所必须的 韩国的国防部长表示 朝鲜还向俄罗斯提供了数十枚弹道导弹 普京计划下周访问朝鲜 这是普京2000年7月以来首次访问朝鲜 这批炮弹是首先运往的远东地区 海运运往远东地区 然后通过铁路 上次实际上我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过 在伊尔库斯克方向 运送弹导导弹 K23弹导导弹的列车隧道 被乌克兰还有日本的特工炸毁 那么这次 一万个集装箱还是要走同一条路线 现在俄罗斯总统已经加强了 对整个远东地区沿途的安全的步伐 包括中国现在也停止了 对日本人的免签政策 当时实际上 中国方面当时没有限制日本公民 免签进入中国 随后中国方面就限制日本公民免签进入 中日之间的签证政策就出现变化 现在日本和乌克兰也签署了十年期的 军事援助协议 其中包括情报共享 所以这次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弹道导弹 不排除 还会有日本还有乌克兰的间谍 会在远东地区来破坏这次的交货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 俄罗斯方面获得的朝鲜的数十枚弹道导弹 还有可能是KN25的升级版 俄罗斯方面和朝鲜合作 使KN25、KN23的导弹精度更高 所以这个导弹是升级版的 它打击精度更高 要在乌克兰进行测试 也是俄罗斯方面的利用俄乌战争 为朝鲜提升自己的卫星能力 打击精度的一个新的方案 我觉得这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回应瑞士的和平峰会 瑞士和平峰会 实际上很多国家还是要向俄罗斯宣战的 当然俄罗斯现在来看已经做好了应对 和朝鲜的合作 就是要应对未来北约对俄罗斯的这种围堵 再回到乌克兰方向 这个顿河畔罗斯托夫 今天发生的这个劫持人质事件 地点在这个位置 拘留所 那现在最新消息呢 劫持人质的武装分子已经被全部击毙 这个事件呢 发生在今天的上午 罗斯托夫的第一审前拘留中心 六名 恐怖分子 那在拘留中心 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啊 然后呢 进入到 审前拘留中心工作人员的方式 劫持了两名人质 主要是当地的这个警察 随后呢 展开谈判 大家可以看呢 那 罗斯托夫州的穆斯林 中央精神管理局 当地这个阿宏啊 就是伊玛木 前往这个审前拘留中心 与三名 劫持分子谈判 结果谈判没有成功 俄罗斯发动攻击 消灭了全部恐怖分子 这是现场啊 这公开的被劫持的俄罗斯的这个预警 那这几人呢 是 有六名囚犯啊 他们是被控恐怖主义罪 在审判之前呢 就越狱 恐怖分子六个人 有一人的身份没有确认啊 其他人的都已经确认了 这个包括吉利耶夫 齐茨基耶夫 阿基耶夫 是2023年12月 因为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准备袭击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 最高法院大楼 结果被逮捕 定罪 另外呢 吉利耶夫 阿基耶夫 共被判处18年 有期徒刑 其次基耶夫 也被判处18年半的监禁 所以他们越狱啊 这个事件呢 规模并不大啊 但是卢斯托夫呢 封路了 把整个城市封锁 那现场也发生了这个枪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现场的画面 这是沈县居住中心啊 道路已经封闭 听到了 数十枪这个枪响 所有的武装分子 全部被击毙啊 一共六人 有一人身份不明 那他们呢 是2023年被逮捕啊 那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啊 几年前呢 这几人呢 是搬到了 卡拉恰伊切尔斯克 租了一套公寓 被捕之前呢 根据举报啊 他们与伊斯兰国有关 随后呢 俄斯特工发现 他们准备袭击切尔斯克最高法院大楼 但没有成功 2022年4月 他们离开住所时 被俄军警逮捕 在省前看守所 那他们三个人呢 又结识另外三个人 六个人 用几个月的时间策划越狱 所以这次策划呢 是经过周密的安排的 早上开始呢 六个人通过牢房 破损的铁窗 进入到工作人员的工作地点 劫持两名看守 他们要求提供汽车 包括枪支 并离开俄罗斯 随后俄斯特种部队 击毙了所有武装分子 那其中一名恐怖分子呢 是前医科学生 是学医的 你在俄罗斯啊 如果你留学啊 或上学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这个穆斯林 他们都学医 因为在伊斯兰国家 这医生的收入是最高的 你比如说你留学 医生这个年限 大概是七到八年 留学学习 但回到阿拉伯国家 回到阿拉伯国家 医生啊 他有这个医生的执照以后 他的工资 是当地人平均工资的四到五倍 你可以想象啊 这个是很多阿拉伯国家 这个有钱人 会把孩子送去学医 那这些学医的学医 伊克大学学生呢 是被伊斯兰国招募的 地点是在阿斯特拉罕地区 那这几人呢 是被伊斯兰国招募以后啊 被洗脑 伊斯兰国现在的主要是在伊克大学啊 对这些学医的穆斯林孩子进行招募 穆斯林国家 现在实际上啊 他其他工科什么的啊 其实很少读啊 就是你到西方 美国也是 就是很多这个穆斯林国家 阿拉伯的学生啊 他们主要学医 学牙科 养科 学这种 医科 要回国的工资高 学工科的话 因为阿拉伯国家他没有工业 没有工业 他学工科 没有一任何意义 连工厂都没有啊 回去就是 对吧 要么土财主啊 就是开采石油 跟他也没关系 要么经商 那学医呢 实际上回去开诊所 对吧 阿拉伯人这个医生工资高 所以这也是 你看 在西方社会 包括在俄罗斯也是 学医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穆斯林 那么 伊斯兰国呢 就集中到这个 穆斯林学生集中的 医科大学去招募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 俄罗斯未来可能会加强 对境内穆斯林 还有这个伊斯兰国 这些恐怖分子 招募渠道的这个破坏 顿尼斯克的战况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呢 在克拉斯诺格罗夫卡 在这儿 今天的消息呢 俄军已经控制了全境啊 但是这个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证实 但是现在呢 前线的消息呢 克拉斯诺格罗夫卡解放 已经进入倒计时 有大部分区域已被俄军控制 可能现在还有一部分区域啊 正在进行这种巷战 很快呢 也会宣布解放 俄军出动了无人机 那俄军呢 现在是控制了该市的东北部 主要是当地的学校啊 还有市中心的中央医院 都发生这个激烈的战斗 俄军认为呢 是高层建筑所在的 苏尔涅齐威区 被俄军占领 乌军呢将失去三个侧面 完整的掩护 也就是乌军的补给线 将被俄军啊 火力完全切断 这可能使乌军部队啊 迅速撤离该地区 就三面被围以后 你只能撤离啊 不然的话你会被完全包围 俄军现在在帕克霍门科 高尔基 苏沃洛夫大街 建筑中推进 在麻雅可夫斯基大街 沿县地区 包括中央医院 技术的技术学院大楼 仍处于俄武装队控制下 东部的高层建筑 俄军呢是 和武军发生激烈战斗 那严纳西莫夫大街 俄司突击部队 已经进入到 列夫托尔斯大大街 波战诺夫 赫梅林斯基大街交叉口 麻雅可夫斯基大街已东 现在发展 俄武装队已经控制 包括中央医院 还有技术学院大楼的部分校区 现在克拉索格洛夫卡方向 乌军呢已经被包围 乌军总参部 并没有否认俄军 包围克拉索格洛夫卡 乌军的说法 从西方呢 现在这个战争 研究所的公开的报告显示呢 同意乌军在克拉索格洛夫卡 已被包围的事实 乌军在这个方向部署 有第80空中突击旅 109-111独立旅 从俄罗斯拦截的无线电 信号呢 通报显示呢 俄罗斯武装备从 涅罗斯科耶突破到莫斯科大街 到北部补给线 已经被全部切断 那这些信息也得到 俄罗斯军方的证实 一同时呢 早现在多马西 以北佩尔沃麦斯基 内塔路沃方向 俄军也取得了突破 现在呢 从南北都在对 乌军的低道防线进行封锁 克拉索尔格里夫卡的活动 现在呢 乌军很多的前线士兵 已经出现逃跑的迹象 网上也出现了 俄军士兵在克拉索尔格里夫卡 方向大量俘虏乌军的士兵 乌军呢 很多士兵部队的没有抵抗 就主动放弃阵地 那乌军的地111 领土防御里甚至 士兵高举双手 愉快地走向俄军 投降 这个视频也公开了 那他接受 俄军问话啊 说他们幸存下来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军官在撒谎 所以这个乌军 也有大量人员投降 俄军在克拉索尔格里夫卡的 前进速度 主要是因这个 克拉索尔格里夫卡 城市的复杂程度 特别是乌军 埋设了大量地雷 还有爆炸物 减缓了俄军的进攻速度 但是现在看俄军解放 克拉索尔格里夫卡 进入了倒计室 这是今天的整个 顿尼茨克战场的最新情况 从现在普京的访问朝鲜 获得约500万发炮弹 这个情况来看 俄罗斯对俄战争这个长期化 是有明确的准备的 而且不光从朝鲜将获得援助 很有可能越南也会援助俄军 越南方面很有可能也会提供一部分援助 所以现在普京访问朝鲜 肯定是要刺激美国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 我觉得中国在台湾方向一定要准备好 一定要做好统一台湾准备 也就是现在看来呢 朝鲜半岛包括俄罗斯 这种合作可能会刺激美国 那么如果未来朝鲜半岛出现危机 中国应该借机完成统一 快速的收复台湾 不要犹豫 因为现在这个机会千代难逢 如果俄罗斯这次和美国 还有整个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 长期化这个战争 如果把这个战争长期化 那中国未来收复台湾 我觉得就获得了这个窗口 如果美国下任总统和俄罗斯 缓和关系 俄战争告一段落 那我觉得中国在收复台湾 整个地缘政治环境 就对中国不利了 我之前还是观点 越遭统一台湾 对中国越有利 中国不能犹豫 在台湾问题上一定不能犹豫 大胆去做 你想多了没有用这个事情 中国很多学者都在想 想这个后果没有用 你想这会功夫 西方已经开始对你制裁了 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质解你 你做什么他都要制裁你 你做什么他都要把你置于死地 你就不要想那多太多了 做就完了 你现在能做你第一个 离你最近的就是收复台湾 我之前一直在讲 中国在谈问题上 中国现在呢 一定要做好开战的准备 你这样的话 在整个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才能有及时的反应 如果现在中国没做好武统的准备 到时候整个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变化 你是仓促应对 那实际上你会失去机会 另外你整个的行动 会受到限制 你看现在俄罗斯和朝鲜 还有俄罗斯和整个北约的互动 我觉得中国要做好开战的准备 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以中国俄罗斯 一直为转移 所以中国俄罗斯是被动应对 那既然应对的话 中国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要想最好的结果 最坏的打算 所以收复台湾武统台湾 发生战争就是中国应该准备的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要做好开战的准备 这才对中国最有利 这是今天的朝鲜方向最新消息 我会持续关注普京访问朝鲜的情况 后期有更多消息